红心一双儿女,依能敬一双儿女,差别不是一般的大。 在之前很长的时间里,红心是苦情女人的励志典型,年轻时遭遇渣男,独自生下儿子,寒心如苦做未婚妈妈,终于哭尽甘来在遇爱情,对方比他小11岁,就在大家再度以为他要宠倒覆辙时,这次的男人不仅有才有貌,宠他又宠他儿子,还生了狗可爱的女儿。 现在非常幸福 儿子张稿连是张丹峰的妻子,为红心和男星莫少聪未婚生下的孩子,二人之后就分到扬镳,红心独自当丹妻妈妈近十年 但张丹峰把她视如己出,小稿连爱听哆啦A梦的故事,张丹峰就一个月如一日天天在电话里给她想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次见面,小稿连便喜欢上了她,现在张稿连更从张丹峰姓 张稿连和爸爸张丹峰感情非常好,经常在微博和张丹峰互动,相反和亲生父亲莫少聪联系很少 据说,当年红心和莫少聪未婚前运,谁知莫少聪却直接否认与红心的情侣关系,也拒绝承认自己是孩子父亲 当妹妹出生后,张稿连比谁都疼迈这个宝贝妹妹,在微博上也频频晒出和妹妹的照片,看起来相当有爱 张丹峰生日时,张稿连会为继父送上祝福,张稿连生日时,张丹峰也会祝福儿子 张丹峰因为在微博上点赞儿子太多,还被网友封为炫子狂魔,足以见得两人的亲密无间 张稿彤,2014年2月出生,演员红心与张丹峰的女儿 轻易抢走美貌妈妈风头的萌妹子,很多网友被她的可爱模样迷倒 纷纷感叹基因太强大小公主大大的眼睛十分可爱,从小就是美人胚子 眼睛大大的,爱笑的她一下子俘虏了众网友的心,彤彤大一点也还是狠 继承了母亲的强大基因啊 不仅有网友喊话红心,女儿和红心一样漂亮,和蔡少分女儿合照 网友们调侃,明明是张锦和张丹峰的发小照片 伊能静和哈林从交往到结婚长跑了22年 2009年因她与黄伟德牵手被拍到,当年3月两人宣告离婚 后再嫁小10岁演员秦浩,生活非常幸福 伊能静与宇成庆离婚后,一直遵守住不晒儿子小王子正面照的约定 每次晒出儿子的正脸也都是马赛克 伊能静时常在微博里有分享和儿子的生活,感情也是非常的好 后伊能静带着儿子跟友人一起聚餐,晒出了和友人的合影,不小心暴露了儿子的正面照 网友评论常得像哈林 伊能静保养得非常好,和儿子走在一起就像姐弟一样 有了妹妹后,小王子也秒变妹孔,非常疼爱妹妹 伊能静在嫁小10岁男星秦浩,为了能让老公拥有自己孩子 他不顾怀孕过程辛苦,坚持以高龄47岁产下女儿小米莉 生下小公主米莉的过程十分艰辛,有过多少痛,只有她自己心里最清楚 期间甚至还发福 有女腕之足的她,也时常在微博晒出女儿蒙照 为了小米莉却遭网友毒蛇酸好丑 让一向好脾气的伊能静也不禁生气了 其实小米莉很可爱,何况女大十八变,谁家的小孩都是自己眼中最美的 小米莉扎住小辫子,身穿短袖牛仔裙,十分的呆忙可爱 一直说祝宝宝,宝宝,声音乃声乃气,而且满转好听 犹如在唱歌,看来是一传老妈的嗓音啊 现如今的伊能静幸福至极 有女,常常向大家分享家里小王子与小公主的美好画面 喜欢这篇文章吗?快分享吧!